金山区护震书所日前因为办公厅容色彩鲜明性 不少民众慕名前往拍照打卡 还有美女办事员拍摄的CUSO短片引发共鸣 近来将触角拓展 同仁曾子亭与黄开香在日前特国试镜 前往石门区的日本姐妹市美兵厅拍摄观光影片 近来影片剪辑完成 预计将会在下个月的台北国际旅展中来放映 为此今天美兵厅商工观光客长一行人 也来到金山护震书所交流 发现金山护所的不同形象 这次来主要是我们的长小姐 因为很荣幸 也很感谢她能够配合美兵厅这边来拍摄宣传的影片 影片也告一个段落就是完成的 今天来这边就是顺便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 也顺便让大家知道 这个影片已经可以即将 可以让大家展现在大家的面积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 因为其实在台湾其他的一些公家机关也有进去过 那其实感觉都蛮差不多 那因为回到这边再跟长洁他们再次碰面 就很像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样 觉得非常的火星温暖 美兵厅山工观光客长表示 原本不知道拍摄观光影片的这两位年轻人是公务人员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承诺日后有来台湾 一定要到金山护所交流参访 而今天来到现场果然与其他的公家单位形象截然不同 拥有活泼有朝气的办公氛围 今天呢日本辅景县美兵厅的山工观光客的客长 还有客员两位到本所来参访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去年呢 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 知道那个日本的美兵厅 他们要到我们的石门区来争选 他们观光宣导影片的男女主角 那我就鼓励我们的同仁 常子婷和欢凯祥同仁去参加 那也很高兴能够获选 那在今年的二月 他们也到日本去拍完了这些观光影片 那在八月份的时候 在美兵厅的观光协会的那个平台上 也有播出 那预计在十月份 我们的国际旅展上 会把完整影片能够完整的播出 那我一直都鼓励我们的同仁呢 就是能够创新 然后还要涉猎各种领域 希望增加他们的高度跟宽度 其实我还蛮意外的 因为我大学毕业就直接当公务员 然后就是很多同学都跟我讲说 公部门就是一个就是很传统的地方 然后其实原本很担心 但没想到我们主任他 不管是听测 就很创意让我们同仁可以参与之外 他也会鼓励我们去参加 就是各式各样的活动 就是不是只是当一般的公务员 他希望我们在就是休闲时间 还是能够去拓展一些别的兴趣和专场 因为这对未来的工作 不管是公部门的创新 还是其他的部分都是有帮助的 对此金山护所办事员常子婷说 很难得有这么难得多方尝试的机会 又碰上愿意给予支持的主管 这次到日本美兵厅拍摄观光影片 担任观光大使的角色 除了看见日本的美好 也更加要将台湾的特色 介绍带到日本去 今天更要趁着美兵厅 山宫观光课长来访的机会 介绍台湾护所的工作内容 也提供台湾的特色点心 更推荐他们到处走走 要当一回台湾的观光大使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道 都心疯了 好